這裏是說什麼呢?Information Process 在這裏抄吧 因為這裏有牌照 那就應該是在... 不是喔 不是這裏 Information Process 就是什麼 Data Connection 那裏 就是這裏 就是這裏 這裏我不打了 我refer last minute 第三頁 我只出了個名字 跟著就告訴大家 但小心點 你會發現這裏挺廢的 這樣抄也有的 但你要知道公開考試怎麼考你 有沒有人回答我怎麼考你 如果這裏 建議的方法 建議的方法 對 這個重點 他不會這麼忙去問你 拜託 列了那七個 如果我想問你 如果列了七個應該給你一個分 七分 是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出現的 萬一我完全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不見了七分 所以他不會這樣做 反而就怎麼做的呢 就是問你了 現在有個系統想搜集資料 令到這個系統可以完善一些 那就問你有什麼方法 應該答什麼 答什麼 後面的東西 你可以做問卷 如果大家有收到我的WhatsApp 或者Mis Tan 所傳給你的WhatsApp 就是一條連結的 大家有沒有試過 按下去就可以問到你 回幾天 你是什麼水 那這些就是Online Survey 可以嗎 那 基本上呢 我做的東西 就用了五分鐘而已 就是打字而已 OK 用Google 就做到了 二十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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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時候回覆呢 都知道的 那全部大家都不用做任何effort 只是打字 就做effort 那另外 你可以打電話 問的interview 做實驗 那這就是關於Data Connection 那收到的資料之後 要做什麼的呢 就是做整理了 那原來整理資料都幾重要的 那但是怎樣整理呢 就是下面幾樣東西 OK 那些幾樣 那首先呢 Data Logging 那你要validate 那些Data對不對 那後面呢 要考試考得最多的了 就是validation 那待會考試會講的 那將Data categorize 那有什麼用的這個 其實就是幫你準備Data Base Data Base Data Base 上面的table 準備做這些東西 那另外呢 那還有最差的 最廢的 沒有什麼意思 一講就明白了 就是存資料 另外一個呢 就是用來 存完資料 搜集完了 然後準備做process 那剛剛在第一點那裡 都說了 有什麼process 會做的呢 就merge sort searching 那這幾樣東西呢 一會兒可能就是 接近lunch time 或者下午呢 就會講回sorting 跟merging 尤其是隔壁 就沒那麼熟了 那做完這process之後呢 又進行分析 那幫你手做些 decision 那所以啦 你就會拿到一些 有用的information 記住information 就是process 所有的data 做完所有事情啦 你就需要做一個transmission 就傳給別人啦 利用電腦 那當然就用network啦 但是傳個途中 會不會有錯呢 那我們也要驗證的 那一會兒會講 最後 做完所有事情啦 要告訴別人 你的成果 有沒有問題 對啦 對啦 就是這樣啦 那你也猜到 想做什麼啦 好 這一節完了